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伯根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区 你会发现伯根迪很复杂很难懂 因为它有100个法定产区 它有33个特级葡萄园 而这33个特级葡萄园又区分在不同的酒农里面 因此在喝伯根迪要喝得明白 我们通常会建议你按照葡萄园跟酒庄来喝 或者是产区跟酒庄来喝 这些有点复杂 我给你教你一个口诀吧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第一 一种土壤 黏土石灰盐 黏土多的就种红葡萄品种 Pinot Noir 黑皮诺 石灰盐多的就种 Shadownet 霞多利 二 两种葡萄品种 Shadownet Pinot Noir 三 三种等级 特级葡萄园 宫区跟Village 春级 各位知道一级是在Village里面 再来是大区级叫Regional 四种类型 有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还有起泡葡萄酒 还有桃红葡萄酒 没有贵府葡萄酒哦 第五 五个大区 有Shabri 红欧塞话 有Colder的绿叶球 有Colder的梦 伯恩球 还有Cold Shadownet 夏龙球 跟马孔内 马孔内 OK 你今天就先背完这五个 下一次再告诉你更细 更有逼格的东西 让你走出去天下无敌 速度进行 速度进行 速度进行